谢谢我们的陆敏老师 全球的凯莉家人们 以及线上的新旧朋友们 大家现在好 我是来自台湾宝岛 这个台北的Wendy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主持人 妻子美女陆敏老师对我的介绍 非常感谢 再者呢 我要在这里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的大领导 Price吴传对我的看重期推荐 让Wendy能有机会再一次 在公司的空中教室 服务更多的人 Wendy是一个国考注册合格的 专业护理教师 也是一个护理师 由于教育背景的关系 我对膳食纤维的补充剂 非常的要求 也非常的根深蒂固的 有一把尺在我心里面 能够让我选上的 我一定是看她的很多的 很多的paper报告 我才愿意选这个 这次我跟凯莉结下的这个善缘 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陈宏如老师 把凯莉这么美好 优质的公司 带到我的面前 在五月份呢 我参与了这个凯莉 我看到她的这么多的认证 跟这么多的这个 尤其是富一这个母公司 这个背景如此的强大 富一在我们的医护界 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原物料的大厂 对我们来讲的 是非常难得 我当时以为我被骗了 我想富一怎么可能出来开子公司 没有想到是真的 那感谢陈宏如老师 把这个这么好的公司 带到我面前 让我跟凯莉结下了这个善缘 那也感谢我的伙伴 跟高将军 一路的陪同和支持 我相信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不只得到健康 还能够护为贵人 帮助更多的人 需要健康的人进而赚到钱 那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的产品呢 是我们公司的旗舰产品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富一这个母公司呢 它的原物料呢 可以说是掌握了 北美的百分之六成的 左右的这个原物料 那这个SOD呢 加NMN呢 可以说是我们凯莉公司的 开路先锋 纵使我们有这个氢气片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的氢气水 但它是七月份出来的 那那个我们的凯莉创始 的开始的开路先锋 就是这两个原物料 那现在的公司呢 很大气的把它加在一起 也等于是市场上 很难找到有这样子的东西了 那我今天来介绍这个 我先共享一下我的题目 稍等我一下 大家有看到画面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 是我们的青春逆龄片 SOD加NMN 我们这个是双效合一 2-in-1 把两个东西都加在一起的 是非常高的生物利用率的 能够提高身体的能量 帮助细胞营养 清除身体的自由基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 这个NAD的Plus的水平 成为人体的地道防线的一个 非常旗舰的一个产品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一个 那我今天的那个课程的大纲呢 主要会分成这个成分的解说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样 是什么是自由基 因为我们SOD是来抗自由基的 那自由基到底是什么 需要被我们给解抗掉 第三个我们讲到 生物科技的这个制造工艺 我们公司是用什么样的 生物科技的制造工艺 来制造这么优质的产品 第四个讲到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以后 有什么样的加成效果 有什么样的理念 要传递给我们 为什么要加在一起 再来我们讲一下 我们的产品 有哪一些细节的部分 第六个我们讲 我们的权位认证 到底有哪些 我会以这个来 来作为今天的这个 大家一起研讨的一个顺序 首先我们先讲到 我们的主要成分 我们这一贯产品呢 一共有90颗 那这90颗里面 有三个主要的成分 其实是两个 其中一个是角位剂 第一个是SOD 第二个是β型的MMN 第三个是角位剂 那SOD呢 我们是取它的这个英文 超氧化物企划煤 Super Asset Dismertes 这个SOD 这个来作为它的这个缩写 那SOD呢 它的那个单位 是用IU来计算 那有刚好有伙伴问了 什么每次讲到 就说什么10万08千 10800都搞不清楚 那SOD它的这个单位呢 是IU 每一科有1200的IU 那这个IU是什么意思 顺带就提一下 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协会呢 就是这个是国际生物化学的协会 这里面的煤委员 他提出就是说 要统一来用这个煤的这个活性呢 来用IU来代表煤的活性 也就是说在25度之下呢 每一分钟呢 把这个物质催化成营养物 要被身体利用的时候呢 它所需要的一个转换能量的 一个活力单位 叫IU 那我们的SOD呢 就是可以一分钟 在25度C的这个环境催化之下 我们可以产生1200维摩尔的 这个稍微提一下 让各位了解 那第二个成分呢 有全是β型的MMN 那片头的地方呢 我们主持人也放了一些片的 那个MMN的制造 林博士也提到 只有这个β型的MMN 才会被人体所吸收 那凯利的青春粒链片 完全不含α型 也就是不含这个化学型的 那我们这个β的这个MMN 它的剂量的这个单位呢 是毫克 那每一颗有120毫克 那你乘以90颗的话 就有10800毫克这一瓶 那上面呢 这个1200的IU的SOD呢 乘以90呢 就是108000 所以在这里大家就 这张就可以很清楚了 就不会再搞不清楚 什么是108000 什么是10800 是这个的单位 那我们通常都是 拿这个NMMN的剂量来做计算 因为这个要乘以一个 用年龄乘一个数字才能 我们使用的剂量 待会我们会提到 那第三个呢 我们公司呢 加入了一些剿味剂 那在这个剿味剂呢 方面大家要有概念 不管是药品或是保健食品 那为了比较好入口 或者是让它的这个融洽性 或者是稳定性高一点 通常会加一点剿味剂 那我们所加的剿味剂呢 也不是随便乱加的 都是有机的 从土壤开始 种植生产到萃取都是有机的 那我们是加了有机的菊花粉 和有机的木薯浮精 这等一下也会介绍 那我们呢 是以定计的状态呈现 这个产品 那舌下含浮使用 那在口腔黏膜 还有舌下静脉虫呢 都可以吸收 所以也可以用嚼的方式 也可以咀嚼变成碎的方式来吸收 那既然是口腔黏膜都有吸收 不只是舌下静脉 所以伙伴们如果吃了以后 可以把你的舌头 舔到你的上饿啦下饿啦 舌侧面啦两颊 有口腔的有黏膜的地方 它都会吸收 那我们15秒就慢慢的开始溶解 10到15分钟呢 就会转换成我们需要的NAD PLUS NAD加 作用在全身的器官 那我们呢 讲到 我们现在分开来讲 这个SOD是什么 之前呢 我们要先讲一下 我们要先了解 SOD到底要结抗自由基 为什么要结抗它 那自由基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图表 会比较快 那自由基呢 通常呢就是一个不带 这个一个不成对的 通常都是基数的电子的分子 或是原子团 它非常的不稳定 自由的意思就是它极度活药的意思 会到处去抢夺别人的电子 那被抢的人呢 他也变成了那个单身了 变成自由基 那这一连串的恶性反应呢 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组织 发生很多的这个氧化反应 破坏身体的结构组织 最后就会生病 那像这种状况呢 我们身体产生自由基最多的地方 就是立腺体 那这个不难了解 因为立腺体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发电工厂 是细胞的发电厂 每天都提供很多的能量 提供ATP 能量代币 给我们身体来营养 那一个工厂经常在生产 那日以继续的在生产 它产生的废料 跟这个不要的东西 当然自然废水就比较多 所以立腺体也是我们身体 产生自由基的主要的地方 那如果产生的这个自由基 太多的时候呢 尤其是比较害怕的是说 我们在动脉的血管上面 它会形成的硬化 或者是心脑血管的栓塞 或者是造成我们胰胀的 这个胰岛素的 这个分泌的不敏感 就糖尿病 或者是我们脑部神经呢 造成一些退行性的变化 像老年痴呆 怕金生事 甚至发生癌症肿瘤等等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字 自由基是人类衰老 和一切疾病发生的根源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自由基 那第二张呢 这个图也很清楚 就是说自由基 它会抢夺别的电子 那我们吃SOD呢 它的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帮助稳定自由基 让它不要这样 要让它两两成对 比较稳定 就不会攻击我们的身体器官 那我们说自由基 它全都是坏蛋吗 也不不尽然 其实在有的时候 它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那个图 它写自由基是必要的 在维持身体的功能上面 是要必要的物质 它能够平衡我们的这个需要 就像一个班级 有小朋友比较调皮的时候 老师他就会制定一些规矩 和规则来让这个班级的小朋友 这个去遵循 那自由基呢 它就是有这种效果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呢 要产生能量的时候 既然自由基是不得不产生的 附带产物 那我们身体呢 它有一个调控的作用 让它变成有用的 所以稳定性高 比较能够控制的呢 它就可以受身体所利用 譬如说病毒侵入的时候呢 那么白雪球呢 它就会告诉自由基说 敌人来了 我们去攻击去打战 它会跟我们的白雪球 一起作战 而且它自己 同样的兵种太多了 它觉得它有 自己这种太多了 它也会清除一些 它自己不要的 多余的自由基 所以它也可以来 用来杀灭细菌和寄生虫 甚至我们身体的 新陈代谢排毒呢 它都参与其中 所以如果受控制的自由基 是对人体非常有益 而且是必要的 不能都没有自由基了 那就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以后 敌人来了 我们也不会作战 那人体也一样 跟我们人的社会是一样的 所以呢 身体呢 只要不过量 这些好的自由基 比较能够参与 这个控制的自由基呢 对我们身体 都是有益的 它可以启动一个 防御系统的这个开关 让它做一个好的循环 来抵抗外来的物质 那我们怎么样 在什么状况下会产生自由基 比如说大气的空气污染 精神压力 或者是过度劳累 或者是说 有一些长者 他长期使用这个慢性药物呢 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这些其实都会攻击我们的细胞 或者我们现在3C的时代盛行 年轻人虽然没有健康的需求 但是他使用电脑 他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尤其是在脑部 或是比较喜欢吃肉的蔬菜水果吃比较少的 酸性食物吃比较多的 罐头啦 添加剂啦 或者是说 我们常常吃到一些 化肥养大的一些蔬菜 我们不知道的 这些呢都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那自由基产生的时候呢 它不是一开始就生病 那右边这个图大家可以 然后他有说损害细胞膜 然后损害细胞核 那大家对细胞的概念 我都常常跟我的学生说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汤包 我们吃小龙汤包的时候皮薄 那腺很饱满 那那个皮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细胞膜 当你的自由基攻击细胞膜的时候 你会产生什么亚健康的状态 亚健康 我们一般人80%以上的人都有亚健康的状态 譬如说睡都睡不饱 便秘啦过敏啊 早上起来醒鼻涕流鼻水 有没有三高 或者是很容易感冒 流感一来的时候 别人还没得就先得了 或者是怎么觉得皮肤比较暗沉蜡 一没睡饱就好像慢慢点点出来了 甚至耳鸣头晕 或者是怎么睡都睡不饱 这个多梦的疲劳的 这都是亚健康的状态 这是自由基攻击了我们的细胞膜 那当你不把亚健康的状态 赶快用抗氧化剂来解抗它的时候 它就会被拉往这个损害细胞核的部分 那细胞核你可以想成 这个小笼包的肉的地方 那小笼包中间有汤的地方呢 就是细胞质 那当你被自由基侵害到 从细胞膜进入到这个里面 这个肉这个细胞核的时候呢 你就会产生疾病了 譬如说眼睛就白内障了 这个胰胀呢 就出现了调控的血糖 不好的状况下就糖尿病 冠心病 中风 肾脏病都会来 所以我们自由基于对我们身体呢 用三个方面来去做损害 譬如说破坏 第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细胞膜 被破坏了 那第二个 它就让你这些霉的活性都失去效果了 那它让你呢 没有办法去启动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 每一次的霉出反应 就是几千种 那你让你这些霉都没有办法活动 没有办法去传递下一个物质的时候 第三个它就会进入基因损伤 或导致变异或是突变 那这个是自由基在我们身体上 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所以我们平常不补充膳食纤维 或是结康一些氧化 是很难 尤其在现在的社会污染的环境下 是很难的 那如果自由基一直存在的话 对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器官都会造成影响 我们比较害怕的是脑心肝肾肺 这些尤其肠胃道 是现在目前是免疫系统 甚至是关节这个 那目前呢 有很多的研究就证明 就是说 假如你不去在乎这个自由基的产生的时候呢 它甚至就是有癌症 新冠血管疾病 糖尿病 或者是巴基森氏症 阿兹海默症 或是关节炎老化等等 所以呢 在我们这些 这个自由基产生的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 要如何去结抗它 如果你不去结抗的话 它的疾病是发生在全身的 那今天呢 我们我讲的速度会有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那我的PPT因为 有些伙伴说他会找不到 所以我把我要讲的话 几乎都写在上面了 所以各位 麻烦就是 我可能会速度快一点 好 再来呢 我们再讲到 这张呢 这张是比较学理性的 但是我还是提供给大家 一旦我们身上 有产生自由基的时候呢 会以八种的方式 对我们的身体呢 进行了氧化伤害 譬如他会破坏我们的DNA 造成我们的DNA的 这个剪辑的 重新修改或切断 就是我们的DNA会断裂 那第二个呢 他会破坏我们的 不饱和脂肪酸 引起了脂质过氧化的作用 再来呢 他会攻击我们体内的 这个酵素系统 那体内呢 有两大阵营的酵素系统 一个是一个自己 可以产生的酵素 一个是不是自己产生的 等一下会提到 那也会使我们的这个 身体的这个霉类 血清抗蛋白霉 失去活性 就是你没办法再启动 像我们要做面团的时候 有老面要发面 有没有 那他会把你这个老面的 这个活性给 这个去除掉 让你没有办法连结 那再来的话呢 他会呢 对我们的白雪球 把我们的军队 我们知道白雪球 是抵抗外来的细菌和病毒的 他会让他发炎 让他生病 那军队发炎生病呢 他就不能打仗了 那第五个呢 他会破坏我们的亚洲组织 尤其他会分解我们的破骨细胞 和那个股界面的股剂值 让他崩盘了 那破骨细胞是什么 破骨细胞是我们身体 唯一能够清除 他会告诉自己 所以你这个细胞太老旧了 他把它清除回收 回收以后 他就会促使这个 这个造骨细胞 新生的造骨细胞 他们是一组的 破骨细胞 他回收了这一个 叫他退位的时候 新生细胞 他就会生了一个新的细胞 来支持我们的这个 骨的密度 所以呢 如果大家可想要知道 他等于是一个回收的单位 那如果都不回收 都老旧了 都还在占位置 然后也 也坏掉了 也没有人来清理的话 那就会满地都垃圾 那身体也是一样 所以他分解破骨细胞的功能以后 他就会破坏我们的骨细子 那再来的话 他会引起氧化 引起这个细胞变恶或死亡 造成器官的老化现象 最后呢 第七个他会直接的 我刚刚讲的 就像那个肉的地方 这个我们的小笼包的肉的地方 冲击我们的细胞核 那就让我们基因发生突变 就癌变了 尤其呢 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对心脏 肝脏和肺脏 等于是循环系统 这个解毒系统 还有呼吸系统 肺脏呼吸系统 还有我们全身的血感的造成伤害 那这是自由基 在侵入人体以后 他会以这八个形态 来破坏我们的身体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大家这张图 看得很清楚 假如说 他是攻击在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让我们的水晶体的这个混浊 很多伙伴 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都有这个青光眼或白内障的状况 那那个我们白内障呢 顺带提一下 它是一种光化学的反应 你可以把白内障 这个我们的这个眼球 这个晶体的部分 想成像蛋黄 蛋黄 蛋氢 蛋氢的一样 有没有 蛋的蛋氢 它是透明的 那你如果光化学反应 就是光 长期的光 不仅是太阳光 有时候室内的光太多 或者是你经常使用3C 那等于是蛋煮熟了 这个概念 它的晶体就变混浊 那就非纹症 夜盲症 白内障 视网膜 这个病变 青黄眼老花都来了 那假如它侵犯我们的呼吸系统的话 知气管炎 哮喘 过敏的都来了 那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 就容易得流感 那胰胀的这个胰细胞的 这个胰岛素分泌的功能 减弱的时候呢 糖尿病也就来了 所以自由肌它不管侵犯哪里 哪里就会出生 发生疾病 像男性的这个自由肌 如果破坏泌尿系统的时候呢 它会造成前列腺发炎 女生的呢 会子宫颈炎 甚至我们的自经脉 受了这个自由肌的攻击的时候 它也会产生痔疮 关节 如果关节的自由肌呢 使细胞膜破裂的话 那它也会把准质液 渗透到我们的关节腔里面 那你就关节痛了 关节炎 风湿性关节炎 尤其是自由肌 侵犯脑部的时候呢 更严重的 会引起了记忆力衰减 脑中风等等的 所以呢 自由肌是疾病 跟这个衰老的凶手 所以我们看自由肌 这么严重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用SOD来解抗它 那这一章 给大家参考的是 因为这是我从药学杂志 第95期里面 它所揭露下来的 有点模糊 但我要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身体有自己 可以产生三种的酵素 其中一个就是SOD 超氧化物 其化酶 那第二个就是 骨光肝胎过氧化酶 这个我们也常提到 第三个是过氧化青酶 这三个呢 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酵素系统 它自己会产生的 参考一下 好 那如何我们 我们要如何来对抗自由肌 当然是多做有氧运动 多做有氧运动呢 它可以产生这个骨光肝胎过氧化酶 那年代的 这个酶 它都是环环相扣的 它也会让我们的SOD 和过氧化青酶增加 也就是我们 刚刚那一张 只提到了 那个三个自己会产生的 只要你做有氧运动 或者是均衡的饮食 当然呢 这个有深绿色的 比较颜色深的 五彩的蔬菜 那油类就是橄榄油 鱼类是鲑鱼 这些呢 就可以达到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比一般的这个蔬菜会好一点 再来呢 就是要从外源性的补充这个 微量元素 强化人体的这个抗氧化酵素系统 这个就是用这三个方法 来让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 SOD的含量 以及我们这个 对抗自由剂的能力提升 接下来呢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身体 抗氧化物有两大阵营 那这两大阵营呢 一个是酵素抗氧化系统 就是刚刚讲到的 有这三个 超氧化物企化酶 骨光肝胎过氧化酶 或过氧化氢酶 这个都是身体很重要的 抗氧化酵素 它是会自己产生的 那这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要靠你吃进来的 β胡萝卜素 β胡萝卜1 C 这个C 骨光肝胎等等 这两个 大家有概念就可以 好 讲完上面的 那么多了以后呢 我们来了解我们的成分 这个SOD 超氧化物企化酶 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种 富含金属的元素 而且是活性的蛋白酶 那具有高效性专一性 可以有效的 侵蚀我们体内的自有机 它广泛的 分布在我们的生物体内 动物植物都有 那在1930年的时候 科学家就开始研究了 那1968年呢 从牛血牛肝的红血球里面去取得 那因为这个原料呢 很有限 成本也很高 所以对某一些有个体过敏反应的 也有危险 所以呢 后来就改从植物中去取得了SOD 它那个安全性就比较高 那这个SOD呢 在动物或生物体内的呈现 它有三种方法 那SOD第一型呢 就是同心型的SOD 它存在立腺体和这个细胞的僵液里面 我们人啊 动物啊 植物都有这个同心型的 那第二型是猛型的SOD呢 它存在立腺体和细胞质 人 动物 植物 或是蓝藻类 就有 所以我们的那个 另外一个产品 这个 藻蓝益生菌 它的SOD呢 你看就从这边 非常的好 第三个呢 它是铁型的SOD呢 它存在细胞膜 植物或是微生物 或是蓝藻类 都有这个铁型的SOD 它以这三种形态存在 而且我觉得 这个上天造人真的很奇妙 竟然身体里面有富含金属元素的活性蛋白酶 非常了不起 好 再来呢 我们讲到第三个 它这个SOD呢 它不仅可以帮助新陈代谢 还可以加速这个毒物的代谢 而且呢 它代谢到最后 它就是变成水 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的作用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吃了凯莉的这个产品这么久了 我以后有一天不吃了 是不是整个人就瘫软了 整个人就垮了 它是完全没有依赖性的 而且呢 甚至不仅没有依赖性 还可以清除一些有些人 长期滥用药物 常常吃止痛药的 没有吃好像 就好像不对了 或是常常吃安眠药的 甚至有吸毒的 在很多的场所已经 很多国外的这个医院 甚至国内也是有 用这个来控制这个戒毒 把它加入 加入它的药里面的 鸡尾酒疗法里面 加入了这个 SOD来帮助它戒毒 所以它这些 长期滥用药物所产生的毒性 反而可以用我们这个 所以这个 接下来这个5到9点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在前面打了信号 因为它 这个东西呢 SOD呢 被美国人称为 长生不老先丹 因为大卫星会来博士 它发明以后 它就风靡了嘛 那美国人觉得这个太棒了 其实现在也不止美国人 我们亚洲人也觉得 它是不老先丹 那被医学界称为是 养自由基的唯一清除剂 被社会科学界称为是 人体垃圾的清道夫 被自然科学界称为 神力的魔力酵素 那在欧洲呢 被称为是人体的软黄金 是口服的化妆品 那目前也不止在欧洲 全世界流行微整形 这个对美丽的要求 越来越谨慎 越要求 那像韩国 我们都知道 它的医美相当的发达 那包括台湾也一样 所以很多现在的 微美整形 以后呢 都拿这个来当那个 术后的一个调养 让它的皮肤恢复的更快 那假如呢 你每天都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呢 去化妆呢 你可以吃了 我们的这个 含有SOD成分的产品 这个青春逆铃片 等于是口服的化妆品 那它可以活化 我们真皮层的这种纤维 结地组织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像有婴儿肥这样胖胖的 那就是胶原蛋白 把我们的脸给撑起来了 那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 它会流失 那我们吃这个东西呢 把胶原蛋白给撑开来了 那如果说 你老化到一定程度 网状纤维也会不见 弹力纤维也会没有 所以有人呢 觉得自己有吃SOD呢 就是有化妆 所以呢 你看为什么很多伙伴呢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那个皮肤亮光的 放光 这一点呢 Windy感受非常深刻 以前我都听吴传说 脸上会放光 我都没有感觉 但是我吃了三个月以后 整个脸 我素颜脸上都会发亮 这个发亮的 脸上放光的这个 我体验非常深刻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口服的化妆品 很值得我们女性 现在也不止女性 如果你真的很忙很累 没有时间保养 保养要需要时间 你就吃这个 可以好好的 让你的皮肤重建 慢慢的逆转 逆转你的青春 好 那我们再讲到 我们凯利的SOD 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 是从哪里去取得 我们这个凯利的SOD 那这个 这2018年到2020年 这两年的时间 美国的他们的国家海洋局 大气局 他们展开了一个大西洋的海底 探看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有一个名称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Google 或是网络上看 他的paper报告 那这个经过这两年的侦探以后 侦查以后 看探队呢 在大西洋的海平面下 2100米的海底 发现了一种神奇的 试热藻 那这种 这种试热藻 竟然能够在 464度的环境下存活 那探探人员拿回来以后呢 就对他的基因进行解码 那很有幸的就是说 进行解码的人 就是我们 福音母公司的研发团队 我觉得太荣幸 也太光荣了 竟然是我们的 这个解码人员 是我们的研发团队 那我们的研发团队呢 在海藻的体内 发现了一种耐高温 耐强酸 耐强碱的SOD 那右边这边 有一个海底的黑烟囱 这是什么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 有一个科学家他解释 就是有科学家 他研究以后 他解释说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热泉 大家有没有想过 464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通常煮东西 100度 它就已经沸腾 那为什么 464度 它的这个热液 就是热水啊 它还不会被蒸发 这都还存在呢 这个是因为海底的地壳 在发生分离的时候 发生分离活动的时候 它裂开了 裂开以后呢 扩张分离以后 海水呢 就涌入了那个地下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地球的中间有岩浆嘛 有 那涌入这个地下的岩浆以后 接触了自热的这个岩浆 形成了一种热液 那这个热液呢 就携带着大量的矿物质 再一次排回到海里面 那这样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把这些矿物质 再遇到海水 一次两次无限次的 这让被海水冷却冷却 然后就聚集在这个喷口上面 这个喷口上面呢 它就是会喷发出 这个黑色的这个烟囱出来 像像海体的黑烟囱一样 所以它现在 大家如果对这个专案 或是这些都有兴趣 你可以在网路上Google 海底黑烟囱 它就会一大堆的资料 让你去看 所以你看 这个旁边呢 这个岩石呢 像我们的这个 藻蓝益生菌 72种微量元素 从这边的岩石 你看这个464度 热液还存在状况下 去拿这个来 来去萃取这个微量元素 那我们的SOD呢 这旁边长的海藻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么热的温度下 竟然还有海藻 那它的生物活性 到底有多大 就无法想象了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非常 非常好 非常难得的一个 一个SOD 凯利的SOD 从海底拿到的这个软黄金呢 实在是相当难得 好 那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们呢 有这个科学家拿回来 刚刚那一个 拿回来以后 有做一个40年的一个实验 等于是说 仿一个40年的 假如你看 2100米的海底底下 都已经没有阳光了 那我们也让这个海藻呢 不要喝水 不要有阳光 不要有食物 那它竟然呢 可以活40年 还有活性呢 把它这个拿出来后 还有活性 包括日本人呢 他们对这个海藻 也非常的推崇 有很多研究 指出了 他们呢 只要40天呢 不吃任何的东西 只要喝水跟海藻 100公克 就可以活40天 所以这个藻类 等于是说 我们回归到母性 海藻 等于是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一些 我们身体很多的东西 都跟海洋一样 那我们从我们的 母性的海洋里面 去萃取的这个海藻类 来当我们SOD的原料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到 这个八年里面 从2012年到2020年 有哪一些文献 对SOD的有研究 譬如说 它有研究一些 毒物的代谢 包括酒精性的 重骨的代谢 也有研究这个皮肤呢 可以中和紫外线的 UV的辐射 那SOD呢 也可以改善了 眼部的疾病 像青光眼白内障 那也可以呢 帮助我们循环系统 减缓这个高血压 高胆固醇 或是心梗 中风的风险 那尤其是对我们脑部的 退行性的神经的系统 这个避免或是缓解 或是完全就是说 可以延缓的一个 帕金针丝症 老年痴呆或阿兹 海默症的发生等等 那我们代谢系统 糖尿病的这个研究 尤其多 那那个SOD可以护肝 这件事是重走皆知的 所以肝脏有问题 或是肝功能指数异常的 或者是说肝硬化 你正在这个期间 经常熬夜的 对这个SOD都经常有帮助 也有很多的文献报导 那我会列出来这边呢 都是有文献报导的 这是第一个 那对我们的这个 肠胃道系统呢 溃疡 发炎 肠炎 或是癌症的 也有研究 那对我们现在像 我们现在新冠肺炎 就呼吸系统嘛 所以SOD 可以减少我们的 肺动脉的压力 让我们的呼吸功能 能够把那个肺胖 深度的呼吸 把肺胖整个扩张 然后减少 譬如说肺出血 肺纤维化 等等的毛病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抗衰老 那抗衰老 这个部分就是 大家都知道 这它是一个 可以逆转青春的 所以这个这样的报导 也相当多 那再来就是 它可以改善睡眠 改善睡眠的品质 让我们的 为什么可以改善睡眠 有时候我们这个 细胞膜被 这个脑细胞膜被 自由基攻击以后呢 其实我们身体 有一个兴奋的 抑制系统 抑制系统 它没有办法传导到 下一个环节去 那明明人很累 可是你的脑神经 很兴奋 知道吗 那你很兴奋 然后人很累 那你就常常觉得 翻来覆去 睡不着 我已经很累 为什么睡不着 那就会影响你的睡眠 那SOD呢 就可以把这些 自由基呢 脑部的自由基的 渐渐的缓解 改善了睡眠 这个也有很多的文献报导 那化疗呢 化疗很多 常常大家都知道 耳心呕吐掉头发 就是说化疗的 癌症的患者呢 他的体内的抗氧化的能力 就会大大的降低 那万一低到了某种程度 自由基就会损害细胞 粘膜 五脏 甚至是 这个脑 神经系统等等 所以癌症患者 应该在及时的补充 抗氧化剂来维持体力 那像日本的后生神 和美国的癌症中心 美国有个癌症中心 叫NCI 他们都建议 使用抗氧化剂来预防 癌症或治疗 化疗所引起的副作用 像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 掉头发等等 他们都建议用这个来做 再来呢 第13个的研究 他有研究 就是说 避免手术的二次伤害 那一般都知道 手术会引起大量滋留基 所以建议手术之前 都必须要 口服这个SOD 来迅速恢复体力 并加速伤口的复原 那最后一个讲到的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就是 缓解妇女氧化压力的 三种危机 那 第一个就是皮肤出现斑点 因为养自由基 没有办法 有效的被清除以后 所以我们的皮肤 的胶原蛋白 弹力纤维 就会使皮肤保湿 维持弹力的功能 丧失了 整个脸 最重要的物质 都流失了 就像土石流一样 那就会垮了 接下来 皱纹就会产生 然后加速 黑色素的沉淀 然后慢慢点点就来了 妇女的第二个 氧化回忌呢 就是血液循环不了 造成 惊奇不顺 或是黑眼圈 然后 肤色就会暗沉无光 再来呢 是我们 女性经常的 这个更年席障碍 因为动情素减少了 和荷尔蒙就不平衡了 所以有这么多的研究 去支持这个SOD 可以抗自由基 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这个刚刚有提到 SOD的作用基转 它最后就是转化成为水 那SOD呢 所以是衰老和死亡 最直接的一个指标 那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国家 在做药品的研究 那我们凯利的伙伴 很幸运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的SOD不是药品 但是却剩余药品 那这些这个呢 这个成分呢 对于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冠心病 心肌缺血 心脚痛 心脏的 大家都看到 它对心脏的心肌梗塞 血细胞减少 这个就是贫血的意思 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那对于胃部 神经系统 或者是脑部 都有很大的防治的一个作用 那右边这个图呢 是讲到这个 我们的SOD的形态 有三种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看一下 这是粒线体 人体的细胞结构图 粒线体也在这里面 好 好 那我们要讲到这个 我们上面讲完的SOD 也讲到了这个自由基 你想到SOD你就想到自由基 那自由基怎么产生的 你要怎么解抗 就想这样子 那这个呢 讲到NM呢 我们就要了解这三个东西 那这个 第一个是 这个SUTUMS 这个是我们的长寿家族 也是一种酵素 能够在体内防止细胞受损 那他一共呢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发现一条 是有一个李奥纳多 格兰特博士发现的 那因为这样的发现 后来就一连续的 发现了这个一共有七条的长寿基因 长寿家族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到NM之前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栗线体 栗线体就是细胞的发电厂 这些大家都知道 会产生很多能量 也参与新陈代谢 神经系统的运作等等 跟细胞的生长和凋亡 有很大的关系 再来这个NAD+, NAD加的意思 它呢是我们呢 中文叫做 烟纤胺线飘零二合肝酸 它可以呢 修复我们的这个 POP1 也称为辅煤1 所以是 我们称它为奇迹分子 那我们的人体 如果没有这个NAD加的时候 30秒之内 我们就会面临死亡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NM之前 先了解这个东西 那NM呢 它是合成NAD加的前驱物质 那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 直接吃NAD加 因为它的分子太大 没办法吸收 所以它的功能呢 都是经过NMN 转换成NAD加以后 来体现的 这个一个概念 那什么是NAD加 它就是 刚刚有讲到 它是被称为奇迹分子 它有恢复和维持细胞健康的 这个功能 而且可以维持那个 DNA的完整性 那尤其是我们细胞内的 这个染色体的端粒 大家都知道端粒会分泌 端粒酶 促使它这个长 不要变短 那端粒呢 我们大概一个人呢 一年一辈子会分裂50次 那大概每两年半就会分裂一次 也就是说老天爷给我们的寿命 你把2.5乘以50就是120岁 最基本每个人就要活到120岁 这个意思 那我们这个NAD加呢 它不仅呢 不会让我们的端粒酶减短 它还可以帮助它逆向的生长 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一个发现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的NAD加呢 也是那个发电厂粒线体的重要的一个推手 它要有这个东西它才能够发电 所以NAD加有这么重要的这个地位 那我们身体里面呢 我们吃的MMM以后呢 它都会转换成NAD加以后呢 才产生一些反应 譬如说呢 大脑的这个知觉啊 行动啦 NAD加提升以后 它的这个活动力就好一点 营养到每个器官的时候 每个器官它就自己的功能就出来了 肝脏的糖质新生啊 脂肪酸的转 酸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回复啦 或者是血管细胞的功能 心脏呢 这个循环系统 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有我们的生殖系统 像有些人不孕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殖系统可能被自由基攻击 他自己不知道 那也可以用这样的来调控 甚至肾脏的一个保护 胰岛素的分泌 包括这个 脂肪的生成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养分太多 他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先储存在我们的肝脏里面 等有需要用的时候 他拿出来分解 分解成蛋白质糖类 来被身体利用 那我们平常呢 可以靠这三个方法 运动啦 或者是吃 吃饮食上面的注意 或者是补充膳食纤维 来把这个NAD加 从身体的这个水平给他提高 有这三个方法 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 NMN之前要了解这个长寿家族 长寿家族刚刚有讲过 一共有七条 他可以活药绿泻体 提升生命的能量 也可以修复细胞 延长寿命 提升身体的机能等等 那他位在哪个位置 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 那如果大家觉得看得很累 可以看后面 绿色的部分 第一条可以修复 损伤的DNA保护动脉 第二条他可以减少脂肪 和氧化的反应 这个对我们比较直接 中间的这一节是比较学理的 我就不讲了 第三条可以延长寿命 第四条他可以抗病毒 第五条他可以保护 这个肝脏跟泌尿系统 就是我们的代谢系统 那也可以减少脂肪的 一些合成 那第六条他可以 减少我们的糖尿病 调节血糖 第七条可以保护 循环心脏系统 这个好 了解了这三个东西以后 好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这个长寿家族 有很多的期刊在报导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不管是他调节寿命上面 或者是这个新陈代谢上面 甚至是说 NAD家是如何去活化的 这个长寿基因 去延缓他的衰老的一些 或者是染色体的桥接 都有很多的报导 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 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 这个什么Nature 这些三大杂志的一个报导 那这个立腺体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是科普一下 这个立腺体的这本书 有一个作家 他叫做莲恩尼克 他是常常发一些科普书 那这些他常常发的科普书里面 这个也得到了英国皇家的 这个学会的大奖 那他讲立腺体 不仅是泛水化合物合成 APP的地方 他不仅可以传导细胞的讯息 还可以控制这个细胞的凋亡 老化等等 那大家知道吗 10亿个立腺体 只有一粒沙这么大 可是却关系的我们生老病死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个网路上也有这本书 那这本书非常有趣 那他也讲到了很多的 有关我们人 他甚至认为 生物的老化犯罪 或者是说我们的性别 都由立腺体来主导 也就是说他认为 立腺体和我们的生命 能量还有我们的性别 和死亡息息相关 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第二个成分 讲了这么多的他的这一些 等于是他的乳林外传以后 我们回到正传 什么是MN 那是燕腺胺丹合肝酸 那这个nicotinamide 这个英文字 大家如果知道 他就是一种燕碱酸 所以有些人讲说 我知道他是那个维他命B3 其实他不进然 他是维他命B3的衍生物 而且他还是有带电子的 而且他这个可以促进 我们的细胞膜 把营养物送进去 到细胞核里面去 他是很不一样的 那他被21世纪称为 长生不老药 所以MMN是NAD加的前驱物质 它的功能都是通过NAD加 来体现的 那这也是感谢这位 哈佛大学的大卫辛克莱博士 他在2013年 带着他的研发团队 发现了这个东西 风靡全世界的养老的这个圣品 逆老 逆领的圣品 那上面这行字 尤其重要 NMM的功能 是通过NAD加来体现的 那你看 当我们的NAD加的含量 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多长骨头 少长肉 也会帮助脂肪分解 所以有时候吃着吃着 为什么腰围少两寸 体重少了五公斤 因为他会分解脂肪 那对于神经的这个退化性功能 怎么好像记忆力变好了 那这个酒精呢 也可以得到 促进酒精的分解 增加肝功能排毒的效果 所以我们的 为什么会有节酒的功用 他就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激转在里面 甚至呢 心脏肥大的心肌缺血呢 都会有效性的改善 那肾脏的损伤呢 或细胞膜肥大等等 肌肉萎缩 重症肌无力等等 还有听觉神经 他都会渐渐的缓解 把你的自由肌慢慢的清除 尤其可以改善 我们后天型的 二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生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 这个可以 不仅逆转青春以外 还把许多疾病 渐渐的缓解 所以我们这个MMA 要有效的去提高MMA低加 才能够体现这些功能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讲的 大卫辛克莱博士 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他现在风靡全球 但是我们也 既然我们公司有这个产品 那我们也要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就大致科普一下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位博士呢 他是2014年的时候 就获选了这个 时代杂志的百大 最有影响力的 这个风云人物 而且呢 也获得了美国的 那个太空总部的 NASA的一个奖 发奖状给他 那他在这个三本期刊上面 自然科学和细胞里面 连载了很多的这个 抗衰老的这个激转 延长寿命的一些成果 好 那也这个 也这个两只老鼠呢 都是养了两年 大概人类的六七十岁左右 那他透过呢 补充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NMN呢 当然是他们的研发团队 而且我们现在吃的这个NMN 补充这个以后 把老鼠的NAD加的 这个提高 成分提高 那让了成功的 让了70岁的这个老鼠呢 生理的年龄 引力转成20岁 那让这个衰老的速度呢 降低了三分之二 寿命呢 就延长了30%到50% 那也对脑出血和脑血管的 这些衰老呢 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那从图就可以很明显 看见那个两 两只老鼠的毛都不一样 光泽都不一样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讲到 一旦这个NAD加提升了以后呢 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 就会产生 那所有的长寿基因 就会被活化 那基因断裂的还会被修复 然后免疫系统不好的 还会被强化 染色体也变得比较稳定 碱基也不会随便的 被修改 神经的传导物质 能够环环相扣到下一个环节 端力还可以更长 那这样呢 这个NAD加吃了MMN以后 NAD加提升以后 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它有什么样的基转 让我们身体产生这样的好处 它有三个三项的核心机制 第一个它就是启动这个长寿蛋白 那第二个呢 它就是启动DNA的这个修复酶 那第三个呢 它就是调节免疫系统的这个环节 让这个呢 这个ADP的这个核糖 核成酶能够活化 所以它用这三个方式 来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 达到动灵力灵的效果 还有增强免疫力 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的效果 好 这个我们说了 我们刚刚有讲了 口服以后 10到15分钟就会进入血液 那把我们的这个NAD 大概30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NAD加的这个水平拉高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NMN就下降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基转 那我们会随着年龄呢 NAD加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每20年呢 每20年我们就会降低50%左右 所以我们到40岁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含量 大概是小时候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我们补充这个 是必要的 才可以延缓老化 这个是这一章再说的 是在这里 那这个呢 是很多的期刊就征线报道 这个NMN是什么 全面启动的7条长寿基因 修复蛋白酶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另外在哈佛大学或华盛顿 或是这个日本的青银大学 等等很多的实验室 也一直对这个 做这个抗衰老的详细评估和研究 而且有很多的讯息 都已经公布在网站上面 那这八位的诺贝尔得主的 他们也站出来说 他们支持NMN可以抗衰老 逆领的这个理论 这个大家都已经熟知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里面有化学奖的得主 有医学奖的得主 也有经济学奖的得主 甚至呢 这个团队呢 我们这个大卫新特莱博士 这个团队呢 他以后呢 在美国有2025年 要做一个航空局 他要做一个太空计划 将要把这个作为宇航员 抗辐射和DNA 修复的一个保健圣品 要拿上太空去 那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那苹果执行长库克 他也来吃这个了 吃完以后 他脸色变得很有 红润有精神 骨神巴菲特呢 吃完以后 他也觉得很年轻了 变得有精神 那亚马逊和的这个 亚马逊的CEO呢 贝佐斯呢 他觉得 感觉好像回到20岁 这个是一个感触 说起来很简单 可是大家有想过吗 如果回到20岁 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的企业家 都来进军 这个抗衰老的这个市场 不仅自己使用呢 也投资这个产业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真的是很幸福 那好 我们上面 阐述了这么样的多 这么样的细节的以后呢 我们总体来讲 我们MMM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罗列的这几项 其实还有更多 那第一项 它可以抗器官衰老 抗血管老化 眼脸易受逆鳞 第二个它可以改善骨骼肌的新陈代谢 增加耐力 能够改善新陈代谢 不重要 能够增加耐力和激励 和提升有氧运动的耐力 这才很重要 第三个可以保护循环系统 降低这个心血管疾病 再来可以分解脂肪 所以吃着吃着会变瘦 就是因为这样 降低肥胖所引起的什么三高 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 第五个可以减缓端粒的磨损 刺激端粒酶的分泌 让这个端粒逆向的增长 变长 保护DNA的序列 减少突变 再来就是改善立腺体的功能 活化机体的健康 第七个可以保护肝脏 肾脏和蚁脏 第八个可以控制血糖 再来就是保护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 对退行性的脑变变有很大的帮助 那当然还有更多 这是主要的几点 第三个成分我们讲到我们的脚味剂 菊花粉 那因为菊花粉 其实有很多人想说 你弄菊花粉的话 到处随便在外面买的菊花粉 添加进去的吗 其实菊花粉我们是有机的 那我把菊花粉在中益上面的一些功用 大致写一下给各位参考 所以凯莉她不是随便乱加的 纵使是一个小细节的菊花粉 我们也不是随便去外面买来 都是自己 我们的母公司自己去把它萃取出来的 那菊花呢 在中医上有明目退肝火 增强记忆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止咳化痰 帮助机器管气喘 缓解肌肉疼痛 或是神经紧张引起的疼痛 那也可以对有发炎的地方 那个改善 增强它的免疫力 那也可以呢 这个把溃疡的伤口快速的愈合 而且有安抚情绪的作用帮助入眠 也可以舒缓眼睛的疲劳 所以常有人菊花枸杞茶来帮眼睛的这个 好 再来呢 我们还有加一个有机的木薯 胡金 木薯在中医的这个功效也十分出色 那它可以这个跌打损伤 活血化淤 解毒消炎 甚至可以有一种病就是身体会痒了戒虫 戒虫 戒虫的这个 团体生活比较会有这个 它也可以治疗这个 让头发像芝麻一样的效果 就是会发亮 或者是有见脑明目的这个效果 对肺部也非常好 它会温肺溢肺 而且抵抗辐射 所以有些人有这个 吃那个木薯胡金来美白的 也有这个 预防癌症 那胡金到底是什么东西 胡金是一种水溶性的纤维 它是种很难消化的一种 很难消化的一个 一个 酵素 结构是难以被这个我们的人体的酵素来分解 为什么很难消化 你还要加进去 那因为很难消化 所以它是一种像纤维的东西 所以可以帮助排便 降低这个血脂 改善血糖 胰岛素 那它就是在实验室里面 看起来像有点淡淡的黄色 或者是白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NMN 6000 它没有加其他东西 它加这个就看到有一点点黄黄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还有加另外一个菊花粉 所以它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颜色 这是我们的三个主要的成分 再来呢 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 凯莉的这个青春粒粒片呢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艺来制造 那我们分个两部分 这两个都是我们公司的旗舰的产品 也是我们的旗舰原料 那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个其实工艺上面 其实是蛮繁琐的 那SOD呢 是用单细胞发酵技术 和小分子存化技术 来这个技术所做成 所萃取的 那NMN的制造呢 用生物酶发酵技术 和超灵界模的透析素 和小分子存化技术 那尤其是这生物酶的发酵技术 它是模仿啊 一个人体体温的35度C的 这个的温度 那用 刚开始是用核糖去发酵 那这2到4小时的 这个冷却以后呢 可以得到了70%的这个NMN 那在周而复食 冷却以后再放进去发酵 发酵以后再冷却 都是模仿体温的35度 那为什么我们吃了以后 我们凯利的产品这么有效 因为你吃进去以后 它细胞就告诉自己 这个就是 那时候是35度C的 这个温度来萃取 来体炼这个 来发酵的嘛 那跟我们身体一样 它就会觉得是自己分泌的 所以它吸收的 这个能力就很好 不像外面的α型的 α型的 你只要生产限购 几分钟之内一大堆都有 但是问题是 吸收的 根本就是 久了以后了 不仅没有吸收到 或许也有疑虑 也有科学家觉得 吃了久了以后 对肝肾 都会造成伤害 那这是我们的 制造的工艺的技术 再来我们讲到 讲到我们青春逆龄片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东西 SOD 跟他们加在一起 那这个产品 它有个特色 它是先清楚再补充 这个概念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不要吃NMN就好 为什么它价格上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SOD 它的这个萃取的手术的繁琐 跟成本 远远比NMN的成本还要贵很多 所以SOD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等于是钻石跟黄金 这样的价值 甚至还比那个还高级 所以我们是先以SOD来清除自由基 所以刚刚有提到 你想到SOD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自由基 然后它是来清除这个的 那再以NMN的这个方式 补充激活身体的抗氧化酵素系统 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身体有三个酵素 是自己会产生的 那我们激活以后呢 我们的酵素系统就会产生了 SOD过氧化氢酶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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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就全面的 让的组织器官能够吸收 补充到各个目不要器官去 像脑心肝肺肾 肠胃道 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 加在一起的目的呢 就是先清楚再补充 有这样子的概念在脑子里 好 再来我们讲到产品的细节 我们每一瓶有90定 那有108000的IU的这个SOD 刚有讲到SOD的这个单位是IU 那β的NMN有10800 那每一颗是120毫克 那美国原装进口的 那使用的量的吃法呢 是年龄乘以7.5 比如说50岁的人呢 乘以7.5 算出来是375毫克 这个是算NMN的量 那那个呢 一定是有120嘛 那你375除以120 那这一天呢 50岁的人大概3到4定左右 那要使用的时间呢 有一些文章上面写说 要早上啦 要什么时候啦 要怎么样 这个其实不要拘泥以 某个时段啊 要按照个人的生物时钟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抓灾 要空腹 效果比较好 因为有些人上大夜班嘛 他白天都在睡觉 那你如何叫他早上起点 吃了不可能 所以跟自己的生物时钟 调控好了就好了 那真正可以吸收的 这个β型的 有活性才是真的有效 有一个朋友 传了一个日本的 25000的NMN的单位的给我 他说NMN25000 比你们那个什么 10800高多了 问题是 他是什么样制作的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贴标了 不知道 所以一定要吃到 有活性的β型的 才会真正有效 这是我们的产品细节 再来我们的国际权威认证 凡是兴奋剂组织的认证 清真认证 那原装进口的 还有FDA的 CGMP的这个法规 就是现行的法规 C就是current 现行的意思 现在的法规 那还有这个严格的速食认证 也非转基因认证 而且无肤质 这个肤质已经被取掉了 很多癌症跟这个肤质 都有很大的关联 就淀粉的意思 很多癌症的发生 都跟淀粉有关 跟这个肤质有关 所以有敏感的 又或有这个 这群过敏的人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 还有这个FDA的 这个法规的规范的 合法在美国出售的这个认证 尤其要提到的 这是这个反兴奋剂组织的 这个英国皇家化学实验室 所出具的这个认证 相当难得 那这个单位的LGC 它是最古老的一个检验单位 它第一个跟这个奥委会合作的 那被他认证过的 这个产品 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认证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我觉得说 哇 凯利的产品 竟然有这个LGC的这个认证 而且他们经常会对 所有的 他们的认证非常严格 他为什么会权威 他的权威就是在他很严格 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他是不会随便发这个给你的 那这个国际认证方面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那我就简单在这里做说明 那特别要提到 就是我们这个 美国CMIT的营养实验室的 这个认证 我个人觉得 这是凯利的一张身份证 这个是一个很顶尖的 专业分析的研究实验之够 那他专门从事对 营养保健食品 和膳食补充剂的 这个化学及微生物的检测 而且呢 你要先在 GMP NSF FDA ISO的 这些的准则之下 你都通过了 他才要帮你认证 而且呢 这个是呢 企业主自己要求做的认证 那这个呢 就是要确保 投入市场的企业主 他的东西呢 是不是符合 我们人类的需要 有没有安全性的 这个疑虑 所以呢 因为现在天然食品呢 越来越受到市场 人们的喜爱 所以这个 对他们来讲 这个检测工作 对于很大的压力 那凯利呢 跟这个Summit实验室的合作呢 可以检测出我们产品的批次成分 是否一致 产品是不是有被微生物污染了 被重金属黄麴毒素等等的 有害物质污染 那这些检测呢 嫌少有企业主会主动去做 但是却是我们凯利的基础的检测标准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凯利的身份证 那网路上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说他有 Summit实验室的检验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 借了我们的去用 所以我们公司后来就是 再打上了 这都有凯利凯利的名字 那这个里面很小 它里面就讲到的 就是说 每100g有99以上的纯度 这是一个纯度 精纯度的一个认证 我觉得相当难得 那也是我们的引以为傲 很自豪的一张 这个认证 我觉得很棒 好 为什么我们要排毒 这讲到最后 以上的这个讲到最后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我这是光讲吃的 用的我们都不讲 猪肉里面有瘦肉筋 草莓里面有盆大剂 所以小孩子吃了以后 有的小孩子性早熟 有没有 四个月月经就来了 这个很多件 或是女乳化 西瓜里有红色素 青菜里有各种化肥养大的 你觉得你吃的青菜是很翠绿的 每天都去市场买 刚采下来 那你知道它种的时候是化肥 面粉面条里面有蒸白剂 它才会白嘛 卖相才会好 大米水果有辣 打了辣 鸡蛋里面呢 这个有生长激素 这个我忘了打 有生长激素 牛奶里面有三聚青 海鲜里面有避孕药 豆腐里面有硫磺 辣椒里面有苏丹红 苏丹红其实是一种 那个化工用的 它用来皮鞋皮革 让它增加亮度 就是让红色鲜艳一点 那你说那都 我都不要住饭店好了 饭店炒的菜有滴沟油 泡面的调味料里面 有各种化学的香精 所以各位我们需不需要排毒 我们需不需要平常吃东西 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外食 我们需不需要排一排放一放 真的是有需要 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对健康没有需求 可是有一天急病来的时候 突然倒下的那一刻 不是你倒下觉得很痛苦 是你倒下以后 你爱你的爱你的人 跟你爱的人他们的痛苦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给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每个器官都有自己的保值期 有一个保固期 大家有想过我们大脑子 20年就开始退化了 肺部也是20年就开始退化了 皮肤25年 骨骼35年 眼睛肝脏 只有肝脏比较长一点 牙齿40年 所以到了40岁的时候 就会指牙动摇 然后那个发苍苍 是茫茫 对不对 心脏40年 肾脏50年 这给大家科普一下 所以说 青春逆铃片 这么好的产品 在问世以后 很值得大家去信任 去使用 有一些好转反应 像我个人的好转反应 就是我头脑会脏痛 这是因为我们身体的 这些自由基排出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这些循环器官 来不及 我们的作用 我们的保健品的作用 速度比较快 我们的循环器官里面的 排毒效果比较慢 就会产生这个头痛的效果 因为很多人问到 为什么会头痛 或者脏痛 就是你的速度 慢于我们的 这个保健品的 这个效果 它就会产生这样 那通常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你就会渐渐的好转 可以多喝清汽水 来协助它代谢 这是科普给大家 以上是Windy今天的分享 只要这样 给大家付出 这就是我把 我本来说